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升温 北韩一如前几天的预告 真的动手开炸了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台湾时间上午11点左右 监控到北韩在边境实施爆破 爆破的目标就是连接两韩的铁路跟公路 包括了金义县 东海县铁路 地点就位在两韩的军事分界线以北 也就是由北韩控制的路段 并没有攻击到南韩的本土 这两条路线是象征两韩的友谊桥梁 炸毁等于是摧毁两韩之间的陆地交通 近来北韩还在边境构筑要塞跟防御攻势 南韩表示会密切监控北韩的军事动向 其实北韩前几天就扬言要炸毁边境的道路 今天稍早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还召开国安会议 警告说若是南韩再派无人机飞到平壤 北韩就会当作是南韩的宣战行为 更要求美国要制止南韩 而南韩也说如果南韩的平民受到伤害 那就是北韩政权的毁灭之日 一来一往两韩紧张持续升温